这只胖橘正当着主人的面 一边喝水一边往地毯上拉屎 事后还理所当然趴在地上 享受着尊贵的擦屁股服务 而男主人只能一边干活一边叹气 谁让自己身为蝉屎官 就得伺候好猫主子呢 他说眼前这只胖橘名叫阿金 今年已经18岁了 是相当于人类90岁高龄的长寿猫咪 这些年来他每天除了吃饭 24小时都躺在窝里懒得动态 自己本身不争气 再加上沾橘旧胖的魔咒 让他不知不觉间 从橘猫变成了橘猪 现在唯一能调动起阿金情绪的 就只有男主人手里的罐头 不过因为体型过于庞大 他从窝里探出脑袋的样子 完全不像猫 反倒更像下山捕食的大老虎 爪子轻轻一踩就能发出闷响 为了确认阿金现在的重量 男主人先是称了自己的体重 之后又抱着阿金称了一次 体重计上的数字从55.2 增加到了64.4 中间相差有将近10公斤 也就是说 阿金的体重已经快达到20斤 这已经是一般猫咪的三倍重了 对于胖胖的阿金来说 很多日常行为都充满了困难 想喝水时 阿金会愁眉苦脸地看着碗发呆 因为双下巴太大阻碍了他的动作 却又因为水位太低不得不用力低头 最后只能一点一点地 努力伸出舌头去够 至于上厕所时 他庞大的身躯根本迈不进猫砂盆 只能是得哪拉哪 当着主人的面就地解决 然后再抬起脸无辜地瞄上一声 示意对方可以替自己擦屁股了 等一切清理干净过后 猫咪继续安然自得地喝着水 不过这次碗里的水位 已经被主人添到了合适的高度 除此之外 男主人每天还会用湿巾帮他擦身子 给他按摩放松四肢 对于阿金 男主人倾注了太多宠爱了 但正是因为深爱着这只陪伴了自己18年的猫猫 男主人更担心他这么胖下去 会对健康产生影响 为了让阿金瘦下来 男主人决定帮助阿金减肥 奉行少吃多冻的原则 男主人强行缩减猫粮 每次只为阿金半杯 还顺便把吃饭这件事跟运动结合起来 为了督促猫猫多走几步 男主人会在吃饭过程中拖动餐盘 希望他能跟着移动 可没想到阿金一件碗被拿走 干脆饭都不吃了 回身换了个舒服的姿势趴下 甚至面对任何小猫都抗拒不了的罐头 阿金也只是趴在地上用爪子去抓 发现怎么都够不到眼前的美食 只能可怜巴巴舔掉爪子上的汤汁 随后干脆把头一扭不再看了 反正吃也吃不到 光看着有什么用 看到连美食都没办法驱动起来的阿金 主人干脆强制出手 把他搬到离猫窝远一点的地方去 这时阿金会为了回窝勉强站起来 胖胖的肚子在地板上一扭一扭 晃晃悠悠地走上十几步 又不动了 这样重复了几次 好不容易才回到猫窝跟前 人类眼里这短短机 对于阿金来说仿佛跑得长马拉松一样 他赶忙趴下休息 身上的肉肉也跟随呼吸起伏 主人见状有些心疼 可就算再苦再累 都不及想让他多活几年的心意强烈 所以第二天 满主人带阿金去看了兽医 希望医生能为他量身定制一个减肥计划 当见到阿金时 见多识广的医生都不禁发出惊呼 表示猫猫的后背脊柱都快被肉给撑直了 属于是极度肥胖 为了进一步确认阿金的身体情况 需要为他拍摄X光片 可猫猫肉实在太短 躺在台子上连挣扎的动作都做不到 只能紧张地喘着粗气 好在有主人一直在旁边悉心陪伴 阿金顺利地躺上了检测台 但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因为过度肥胖 X光很难看清阿金的内脏情况 医生只能改用CT扫描 而扫描的结果显示 阿金的脂肪是一般猫咪的五倍厚 足足有6.29厘米 医生认为虽然目前的情况不容乐观 但对于阿金这个年纪来讲 他不能采取极端结石和剧烈锻炼的方式来减重 要尽量使用温和的方法 像男主人之前那样用好吃的饮用 按时带猫咪活动下身体就可以 但是千万得注意保护关节 医生说每次锻炼过后 都可以用热毛巾或者小脑袋热敷一下 神奇的是猫猫相当配合 就像是知道主人在保护自己一样 根本不用要求就会将爪子乖乖放好 安心地让主人用热敷带在身上揉来揉去 兽医还为阿金开了一种猫草 可以促进它的消化 帮助阿金更健康安全地减肥 主人将猫草拿到阿金面前 他先是谨慎试探了一下 随后居然大块朵移起来 没想到一直以来无弱不欢的猫咪 对蔬菜也会那么感兴趣 取决的时候两个腮帮子都成圆了 只能说橘猫不愧是橘猫 连吃草的样子都让人食欲打开 看着日渐精神起来的阿金 男主人开心地握住爪子跟他拉钩 许悦猫咪能一直健健康康 开开心心 争取陪自己度过下一个十年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胖胖的阿金看上去憨态可居 但相信变得健康的阿金 会更加惹人疼爱 也祝愿阿金和自己的主人都能身体健康 幸福快乐地互相陪伴下去 其实不光是猫咪 我们人类也是一样 无论外表胖瘦 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在拥有好体魄的前提下 才能更好地享受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天时光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还喜欢的话 请帮我点赞投币转发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